阿米克戎正在回到他的老家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武汉 在这个时代,中国已经武装到了牙齿 中国人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说不定病毒会解决这个问题,会帮上这个忙 在历史上,病毒毁掉一个王朝的情况 不是没有,而且不是一个,而且不止一个 在历史上,病毒毁掉一个王朝的例子有很多起 或许天朝会遇到自己生产的病毒 把他无可奈何 你看,Delta在世界上走了一圈 阿米克戎,阿米克戎在世界上走了一圈 又回到了中国,回到了北京,回到他的老家 北京正在为迎接欢迎,欢迎中国病毒 在锦罗密鼓的做出准备 可在这种情况,可是中国的老百姓可吃亏了 中国老百姓可受苦了 不过中国老百姓受苦也是中国人应付的代价 因为你长期与共产党同步 特别现在的风尘,风春,风富,定门 这一举动可能比病毒更厉害,死的人更多 但愿,但愿中国人好运 能够躲过这一集 但愿中国王朝就在这个期间灭亡 中国人没有想一想 应该是改变一下自己的政治生态 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 也就是说 中国在王朝贴子脚下生活了几千年 不觉得生活累了吗? 不觉得这个生活方式够了吗? 不管现在的谢统治者好与不好 不管他住的好与不好 我们都应该换换口味 换换角色 不应该长期 几千年来 一国不是 这是非常错误的 对人类发展没有任何一点好处 我们谈病毒 我们看看西方的政治 西方 西方国家 西方任何国家 西方任何的发达国家 你看他们通过选举 颠覆这个政权 你做的再好 我也不让你住 让其他人来住 试试看 其他人住不好 你又再回来 这样反复轮回 反复轮回 对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 都有好处 因为他们要争取血票 他们争取血票 就会跟大家带来好处 那么中国呢?中国不需要 中国是 谁杀人多 谁杀人狠 谁就是头 谁就是英雄 谁就是皇帝 中国的统治者 哪一个手上都沾满了血血 他的脚下都是 成千上万的尸骨 但中国人喜欢这样 OK 喜欢就好 只要中国人喜欢就好 那么既然你喜欢 你不要 共产党在封城封门定户的时候 你不要叫啊 叫什么 你还只敢叫你 没有菜 没有新鲜蔬菜 你还不敢叫你 没有粮食啊 差不多快一个月了 还有粮食吗 你还活着吗 我的天 中国人从来都不敢说他没有粮食 中国统治者遇到 中国这样的殖民 这样的臣民 统治者真高兴 随便怎么容忍中国人都 服服气气 服服啼啼 但是呢 或许这次这个病毒 会帮上中国人的忙 会解决中国的问题 虽然是病毒 没有这样的原因 会死很多人 什么不死的 什么都会死人 要不死人 在东方这块土地上 要不死人 改朝换代 是很少见的 除了现在的日本 其他都会死人 其他都会死人 特别是中国 中国每一次 改朝换代 都是要通过死人去解决 要通过那种方式去 去改朝换代 不如改一种方式 这种方式改不了 改不了 那就让病毒去住吧 但愿病毒 会帮中国人解决这个问题 虽然付出的代价很大很大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这个病毒 是没有办法阻挡的 谁叫病毒 从中国出来来 病毒回到中国老家 在老家为中国人做的事情 也是可以的 实际上中国这个清零 所报道的数字 几个几十个 完全是虚假的 几个几十个 不知道要乘以多少万个倍 中国人从来不坑气 因为他觉得他还是合理 死的是其他人 那下一个死的可能就是你了 谁为你贪生气啊 只有我在这里为你们贪气 贪气有什么用呢 虽然没有用 有看到你们的灾难 有在为你们呼吁 总比没有好 所以在这下 希望朋友们 订阅我的频道 支持我赞助我的美术工作计划 OK 谢谢 谢谢 好大